如果我們這個居家隔離的政策 停課政策不改 我估計在一個禮拜我們台北市就停擺了 當然中央現在還沒宣布怎麼改 我倒是有個建議 以快篩代替隔離 今天在台北市有1萬2千人是居家隔離 大概5萬名的學生是停課 所以這已經造成很大的衝擊 到4月20號中午12點 我們台北市的居隔人數是1萬2千077人 1萬2千人 這不得了 那因為現在確診人數還在上升 所以應該會再上升 如果我們這個居家隔離的政策 停課政策不改 我估計在一個禮拜我們台北市就停擺了 所以這顯然一定要改 那要怎麼改 當然中央現在還沒宣布怎麼改 我倒是有個建議 以快篩代替隔離 什麼意思你知道 比方說一般同學有一個確診 如果按照以前的標準就是全班同學停課 至少停課個10天 現在有個辦法就是乾脆 每個同學就發快篩劑給他 如果家長是有辦法自己處理就是 那每個小朋友早上起床的時候給他做快篩 如果是陰性的就去學校上課 如果是陽性當然就走陽性的確診者路線去處理 當然如果說什麼家長不能照顧 那當然還有個辦法就是 不然小朋友到學校來上課 第一節上課之前大家全部同學做好 那老師就一人發一張快篩劑 在老師的監督下做快篩 如果是陰性好全班同學大家繼續上課 如果是陽性當然有陽性的處理 我說以篩檢以快篩代替隔離這個辦法就是說 至少不要全班停課 當然這是建議的 不一定這是最好的方法 我是想不出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如果我們要居家隔離一萬兩千人 而且跟你講 這個數目保證在未來幾天就繼續上升 所以如果我們目前居家隔離跟停課的標準不改變的話 我跟你保證 在一個禮拜我們台北市就停擺了 雙方的坊จ人 在一個月的快範 如果어가更多的坊尺人